我们前面讲到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没过时的 那现在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 这次世界上总有个因言吧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注意 自然在生这四个是很关键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消息 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在里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苏博世界的快乐是怎么来的 苏博世界的快乐有两种因素 第一个你要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我还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是吧 成功的在少数 这福报是关键的 第二个你要有追求的过程 因为 这个 生多做少 这个机会只有一个 达到这个福报的人很多 那这个怎么样 就必须要去求 我讲实在话 苏博世界的快乐 你都在家里面待着 福报就自然在生的很少 每一个人都要求 那么求就有问题了 古德说 诸以求死苦 得失多部位 失失怀忧恼 一切无乐死 当快乐 要去追求 就是说 机会只有一个 那么有福报的人有五个 那这个就有得失的概念 得失多部位 失失怀忧恼 很多问题就出来了 举一个例子 印光大师最喜欢举这个例子 叫做文昌帝君 首先我们来看看文昌帝君的过去 他的来历是什么 他不是一般人 按照印竹的文昌里面的说法 他做了十七世的世代夫 就读书人 广读圣贤之书 九秀圣贤之道 那不是一般人 那叫一个千千金子 这十七世做了很多善事 到了第十八世 他突然间 因为那个时候 秦朝末年 世界大乱 饥荒 饿死很多人 他突然间动了一个 救国救民的心情 好 他以他十七世的福报 再加上他有一种 救国救民的心情 心力跟业力的和合 结果就投胎做 汉高祖的爱妃 叫七夫人 做他儿子 七夫人生的赵王如意 这个儿子 一出来是给人家算命 说他有帝王之相 其实汉高祖 在史记传记里面 他特别喜欢这个儿子 他并不是很喜欢 那个太子 就是那个 那个谁啊 李后生的 那个汉贵帝 那个太子 他老是觉得 这个人 子不类乎 就是这个人 跟我个性差太多了 因为汉贵帝 个性比较弱弱 赵王如意的个性 反而比较像汉高祖 所以他汉高祖 私底下跟大臣聊天的时候 就想要把这个汉贵帝 给废了 要立这个赵王如意做太子 当然李后也不是一般人 你看看这个 汉高祖的那个传记就知道 其实汉高祖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 他几次啊 差一点被相仪给杀死 都是李后用计谋 把他救出来 我们平良心讲 今天没有李后 汉高祖早就死掉了 早就死掉了 李后这个人太聪明了 所以李后是有战功的 所以当初跟他打天下的 这些什么张良啊 萧和啊 陈平啊 跟李后都有一种革命情感 他怎么能够允许呢 所以联名上纵跟皇帝上说 费掌利用 这个会祸起萧强 你把这个敌掌子给费了 立赵王如意这算什么 这以后会产生战乱的 汉高祖没办法了 只好作罢了 作罢了以后 当然这件事情就没了了 李后就不高兴了 他想说一定是 欺夫人在皇帝面前 不晓说什么事 就怀恨在心 当然汉高祖也很知道 李后这个人胸量这么小 就在他死之前 赶快把赵王如意 把他赶回封地 说你赶快回到你的封地去 我的生命不久了 那么李后就在汉高祖死掉以后 他做了第一件事情 把欺夫人抓过来 用很残酷的刑法把他给杀死 把他两个眼睛挖出来 两个耳朵砍掉 然后把他掉到粪坑里面 把他淹死 这还没了 他怕他报仇 他用计谋把赵王如意 把他引到 从赵国把他引回这个宫庭 用毒药把他堵死了 当然赵王如意不是一般人 各位他修了十七世的福报人 他可是 你一上他一个有福报人 他还得了 他临死之前他就咒验 他说我跟你无怨无仇 今天 到我要立我做太子 也不是我的本意 你如此的伤害我们母子 我一定要报仇的 他就许下一个邪验 那么这个邪验的关系 后来就变成一只毒龙了 这后面的故事就多了 我们就不说了 反正他后来就跟李后两个关系 就恩恩怨怨 就没得了了 后来因为这个毒龙 为了要杀这个李后的关系 就误伤了三千多个机民 后来就 罪业就现前了 后来是 佛陀把他给救下来 那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说 诸法应言神 请你告诉我 文昌帝近 他本来是一个千千金子 他怎么就变成一个毒龙呢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文昌帝近 坏就坏在 你不能生在帝王之家 谁教你生在帝王之家呢 因为帝王 这个潜力斗争太厉害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本来历史上最残酷的就是帝王的斗争 那叫一个臣王败寇 是吧 你生长在老百姓家多好呢 所以 各位 当快乐必须要追求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说博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想离古得乐 你也想离古得乐 他也想离古得乐 本来都是好事 本来你有福报 你应该去用你的福报去受用你的快乐 但是问题是 机会只有一个 就创造很多矛盾 为什么 因为你要求 伟大的阿弥陀佛知道有这个问题 干脆每一个人发一份 叫做自然待生 你不需要求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有的快乐都是 你喜欢什么 你受用你的快乐 你隔壁的受用他的快乐 各种各的 所以他这个快乐没有追求的过程 减少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他世界的快乐 第一个 他的果报现前是没有过时 第二个 他的过程叫做 随念即至自然在生